这个99年你们就正式成军 等待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在2014年万马奔腾的这个马年 你们终于奔到了台湾来 而且是两张专辑 在一身跟这个15 要不要跟大家这个分别的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 这一次我们两个人特地带了两 应该是两版本的专辑来 刚刚所提到的15 是以前在曾经15年 13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出版发行的一张重唱专辑 其中包含了一圈 超过十年以上曲目的重新翻新演唱 还包括我们年初在参加 福南卫视我是歌手舞台上 曾演绎的一些歌曲 第二张就是我们全新的原创专辑 再生 再生 介绍一下 发表的那一天是11月18号 是我们认证了宇全的生日 在15年前11月18号 我们签约《国人时尚》 成为一个正式情绩乐团的组合 那15年来当然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错过了很多 尤其遗憾的就是错过了跟台湾朋友的相识 没错 很久没有见面了 是 而且第一张唱片那个时代呢 因为两岸的关系还没有现在这么融洽 所以没有办法到台湾来宣传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 给台湾的DJ 电话 对 对 我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叫做《野孩子》 《野孩子》 对对对 两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 被野男人了 不是啦 变成成熟的男人了 对啦 家长 我们讲的 不过我觉得真的是蛮难得的 是这个因为99年的时候 你们这个第一张专辑当时是叫《野孩子》 然后中间可能刚刚提到过 因为是这个当时的音乐开放还没有这么的频繁 所以呢 导致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来台湾 可以把你们的歌声介绍给大家 那等待了15年的时间 2014年终于来到了宝岛台湾 有没有觉得是久违了的感觉啊 对 就是热切的期盼呢 很多年的一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所以尽管这10天以来 我们每天敢通告有点辛苦 已经好多年没这样去做宣传 但是还是觉得很兴奋 对 因为作为一个从业者 所以能够这样的网络 说明大家对我们有期待 说明大家还是还关注 是 而且错过了很长时间的相识呢 我们这次补足 不回来 对 然后看很多老朋友 然后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对 刚刚提到过 这次来台湾停留将近10天的时间 你们很拼耶 是 我刚刚听说你们已经达成一个全新记录 内地组队没有人有过 内地歌手没有人有过 9天的时间 你们上了几个通告 我不知道 数不清楚 我给你讲 两只手加起来乘以三 还有招 所以30个通告 将近30个通告 非常的恐怖 是新记录给他们鼓励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感谢分出欺负的朋友们的支持 对 金姐还好 其实蛮不好意思 晚上 因为做每个通告其实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发片 对 那么给你全面都排到了 所以辛苦 辛苦 我们没有埋怨的 感谢 没有把吃补当做吃补 对啊 对不对 然后回家我们要稍微咒骂一下说 哎呀这个唱片公司没人性啊 工作牌这么慢 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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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心龙可居啊 而且 很有趣 然后也就当一次 感的体验之旅 啊 文化体验之旅 有来到美食体验之旅吗 哦 那是东北话叫做必须的 必须的 有吃什么东西 有吃什么好料 有吃什么好料 这个话怎么讲 有吃什么好料 有吃什么好料 好料 你说好料变成好料 哈哈哈 对 你还讲这话你就是好料 好料 对好料 有吃什么好料 当然过去来过几次台湾 都是文化交流合的奔奖典礼 所以也吃过一些 这次呢 的确啊 是大全 对 猪血糕啊 然后焦烟虾已经吃到上火 胡椒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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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锅 麻辣锅 小吃 牛肉面 牛肉面 鸡排 肉肉饭有没有吃 卤肉饭 吃了吃了 不仅吃了 那天我们在节目里还做了这道菜 哎呀真的吗 对对对 哎呦感觉你们这个非常享受台湾的这个美食啊 是啊 所以希望这个下次赶快回来不要让我们再一等等15年了 是是是 好吗 对 下次减肥成功以后再回来 哎呀 OK 台湾永远欢迎你啊